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剛才來的時候都突濕了 所以既在星期六不用突濕 又可以玩玩玩具 不過開始之前先要自我介紹一下 我身邊這位就是Walka 看到帥哥 還有我更加帥哥的子龍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玩具TV來到這裡 跟大家一起玩玩些什麼 慢慢數給大家看 看到我們身後 讓我繞一繞過來 有很多不同種類的玩具 你看到有黃金盒 有非常厲害的鐵甲蜜藝系列 有比卡超系列 有機械人 有Batman 連這些機械人更加重要 一陣子可以遙控邊形 真的有些互動打架 你還沒說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就是接著我們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剛才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都跟大家送了一些禮物做熱身 圍著全都是我們香港本土 一種味道的玩具 那是什麼呢?就是來自Tiny這間公司 我們當然要找Tiny的負責人 先來跟我們聊天 有請Steven 還有我們的主持 還有就是Brian Hello 各位大家好 對了 Hello Steve Brian 你好 首先感謝了Steve 他剛才贊助了一些禮物 其實一會我們第一部分的送大禮 他也會贊助一些禮物 是 他一會兒送我真的很大盒 有一個情景 是嗎? 是 沒錯 還有一間 有一個HON WAN HON WAN 記錯了 送了我們 另外就是今天 你帶了很多全新的產品來當中 其實是之前未公佈過的 是沒錯 全部都是新的 是 那就是 介紹之前不如講講 其實你在羅方 你有間店在這裡 在多少樓? 記得自己嗎? 10樓 應該會忘記 我怕是忘記了 10樓 10樓 如果朋友喜歡的話 可以10樓去看他所有全系列的產品 不過現在我們只是介紹一些最新最新的產品 這些現在店舖是未有得買的 所以如果你去到10樓那裡 其實你找不到 是 可能最多看到一些宣傳的圖片 嗯 接下來即將要開賣的產品 都是一系列香港情懷的東西 我看到有一系列紀律部隊的交通工具 消防車 是 消防車 另外有一些救護車 非緊急救護車 都是一些新的題材 是 而且還有兩種尺寸 我看到有實體的 是 是 這個有什麼比例? Steve哥哥 我們這輛車 叫做香港的火柴盒車仔 是 他也適合很多年紀的小朋友 在家裡玩一下 也有很多大人在家裡 也有很多大人都是用來儲物 在家裡 我看到外面的小朋友 就是在擦鼻子 眼睛沒有停過 對 很聚焦在消防車上 喜歡嗎? 喜歡我 喜歡我嗎? 喜歡我 叫媽媽買 乖 對 除了火柴盒比例之外 也有大合一點 對 沒錯 我們通常都會照顧大人 比較喜歡一些比較仔細的模型玩具 包括這次介紹的 有聖約翰救傷隊的救傷車 是 還有 在香港電影裡面 不停地出現的香港衝鋒車 是 在電視、新聞的時候 經常看到他們 消失了的那輛也是這一輛 對 沒錯 除了紀律部隊系列的車之外 我們也看到 有些我們以前接觸過的交通工具的巴士 是 是 今天呢 是 那巴士迷 應該比較熟悉 這次也介紹很多巴士 種類 包括我們香港人回憶的 一個百百貨公司 那小朋友可能不知道 但是 大人就扮不知道 是 有的人去過百百貨的 是 放下手 放下手 每個人都去過 除了巴士之外 以前呢 我們都是在大漁山 現在都 真是 少見的 很難的 大漁山的熱狗巴士 就是一式 為什麼叫熱狗呢 Skid哥哥 是啊 因為沒有冷氣 哦 火冷的熱狗 就是坐在那裡的開車和坐在那裡都好像熱狗 這個呢 重要了 因為以往 我想現在的年代 都會見到很多狗巴的訓練車 但是呢 這些訓練車呢 就跟我們以前看到的那些訓練車不同 現在手上拿著這個 看到車頭凹了 小朋友 看到嗎 有沒有見過這個巴士的車頭凹了 是啊 你見過嗎 你看看吧 不怕 小心 你應該有爺爺婆婆公公坐過 也不管 或者可能爸爸媽媽媽 媽媽或者不認坐過 啊 很可愛 是啊 等一下傳給大家看看 是啊 今天我覺得像來了春田花花幼稚園 很多小朋友 是 那找這些巴士的資料有難不難找呢 在你再製造的過程裡面 都難的 其實 由頭 香港開授至今 其實都沒什麼人出過訓練學校的巴士 是 那我們這套就是第一個紀念套裝 是 那一次過出三架紀念套裝 是的 我想問了Steve 你是不是跟巴士好像很熟的呢 為什麼不斷出巴士呢 哦 因為香港巴士文化 比較圓圓流長 恩心看伴 沒錯 周邊也是 好像原來全世界不是很多地方有雙層巴士 嗯 要說過 就說到這個發源地了 是的 發源地 就是這個地方 大家都知道我們以前的殖民地 是的 是來自米子旗的 是的 英國 一架新式英國的巴士 是的 但是這架真巴士是來過香港的 是嗎 沒錯 那它是在約翰遜 就是脫歐這個 就是早幾個月前 沒錯 它是帶它來香港做宣傳的 哦 宣傳脫歐是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架就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英國的雙層巴士 是的 那小朋友可能也應該沒什麼見過了 那一會兒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過來看一看 因為這些巴士呢 現在還沒開賣的 就算你下去了 十樓 是的 Tiny的專門店 你都還沒買得到 其實在哪裡買得到呢 是的 將會在下一個星期六 是的 那麼香港玩具節那裡 是 首度開始發售 是 這次玩具節重要了 場地都搬了去 而先去到會展 對 那可不可以透露一點 除了交通工具之外 還有什麼 有趣的東西會放在玩具節裡買呢 是的 說到最有趣的 就是 陪伴了香港四十年 是的 今年是四十週年紀念 1977年跟我一樣 年份出生的 是的 那不是很生的嗎 對 慶祝四張東西 還有慶祝自己生日 沒錯 的海人公園藍車 原來拿得出來的 很漂亮 沒錯 這個不然你應該出IQ題 有什麼車是沒有輪胎的 是的 有什麼車是香港四十年來 都沒有變過款的 是的 踩波車 是的 踩波車 就是這輛 我相信各位在這裡的 每一位香港人 其實 有回答過嗎 可能很久沒回答過 但是一定會回答過 沒錯 在哪個公園呢 小朋友 我幾個禮拜圈 剛剛適合了 不過暫時還沒有禮物 下次 立刻送給你們 我現在秀面 給現場的朋友看到 其實你看到他做得非常仔細 除了裡面有椅子之外 連門都可以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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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朋友很開心 以這個比例來計算 其實真的很好手工 對 對 門可以打開 對 可以退開 還有這裡代表兩個年代 我們小時候是橙色椅子 坐 現在小朋友進去海洋公園 都會坐白色椅子 對 媽媽額頭 爸爸媽媽又有他們的情意見 現在小朋友又會有他們的感覺 在裡面 也跟我們介紹一下 待會將會送的兩份禮物是什麼 對 為什麼 為什麼 還是有原因 送了什麼 對 今天送了什麼 不是我手上的一架 給家超晚一點才出現 整個旺角都是 情景 對 香港堂口情景 就可以配給這些小車子 可以配一個旺角的街景 在家裡 那我一間抽到的情景 就很開心 就可以把小車子放進去 對 除了情景之外 還有我剛才說的 傳說中 15分鐘來回 對 就是傳說中的亡命Van 就是香港的紅Van 這架 看看是什麼位置 不是落後方嗎 是大埔的 有沒有人住大埔 沒有大埔 有 有就舉手 立即有 立即有 德哥 這裡 Tiny有很多玩具 大家可以加上他們的Facebook 對 因為一會兒我們玩遊戲 都要你加上Facebook 才可以玩 怎樣才送呢 一會兒我們告訴你 我暫生的玩法 我們從來沒試過在狼豪坊裡玩 是的 究竟是怎樣呢 一會兒才公布 如果真的想買的話 那就可能要下個星期 去玩具節才能買到 到時可能都會看到Steve哥哥在場 一定會看到我們 如果看到你握手 會不會便宜一點呢 會的 真的嗎 送我鎖匙後 我建議他們今天在這裡拍張照 到時拿著今天的照片 去找Steve哥哥 拿一個折頭 也好 記得拍到玩具TV才算是 記得拍到Steve哥哥 拍到我們沒用 別人不認得 這是誰 你也要 好 我們現場的朋友給點掌聲 Steve哥哥 多謝他 他是車仔大王來的 在香港 現在我們就把車仔收起來 可以拿近一點 給大家一會兒觀摩一下 究竟的巴士有多特別呢 其實我們剛才也沒有提到 這個就是1比18的消防員 對 不如我們現在也講講 我一直撿的時候 大家可以介紹一下 用來配一些大一點比例的車 對 沒錯 那些人仔是否自己買消防員 有個有頭盔版 有個沒有頭盔版 要威當然是買頭盔 休息的時候就脫頭盔 我想消防員香港的小朋友 很多都很喜歡他們 我們心目中的英雄 幫到市民 大哥有沒有想做消防員 有啊 那報名呢 好 敬禮 好 我們現在敬禮送Steve哥哥 對 去後台休息一下 OK 那我們到下一環節 對 我們給點掌聲 謝謝 謝謝 好 說完Tiny之後 接著下來 都有一個很英明神武的角色 要出場 這個在歷史人物裡面 是戚測一時 雖然他的身材矮小一點 但是很重要 因為他為了一個國家 帶來一個很與別不同的歷史 究竟是什麼人物呢 Walker 等一下 我想問一下現場有沒有人 說得出這個是誰 有沒有人知道 大概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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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小朋友知道 原來他是 他說 不知道 你呢?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是誰 知不知道 你舉手另口 哦 就是先舉手 有沒有大朋友知道 有 小朋友知道 是嗎 我們給你三個選擇 是什麼 我們給你三個選擇 A A是秦始皇 B 拿破崙 C 拿破崙蛋糕 A B 還是C 拿破崙沒錯 對了 那你是不是馬上送出去呢 不是 暫時沒有 等到一間 一會會有禮物 一會會有禮物 而且是名人來 一會我們美國總統特朗普來了 躲起來 知道哪個位 會送的 送的 特朗普 是特朗普 而歸正傳 是啊 我介紹一下 這個拿破崙 他就是法國的 就是我先講一下歷史 先介紹一下Walker 法國真是一個法國人的 是啊 沒有見他黃皮膚 他懂法 其實拿破崙應該說的名字 大家都聽過一下 知道他是法國的一個代表人物 他打仗很厲害 統治國家很有手腕 但其實他有一些日視 比較有趣味性 打仗很厲害 那些我講 沒什麼用 但是有些日視的個人 例如第一件 其實他不是法國人 是啊 知道是什麼人嗎 你也知道 是什麼人 我有做功課 真的嗎 是不是有獎分 隨便 你給獎分 五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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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巴有 什麼呢 以太利人 不是 其實他都很接近 他是一個被法國侵佔統治了的小島 叫做Gox 中文好像叫做科斯卡 我不是很肯定 真的 你知道嗎 其實他也是被人 那個國家 他們那個居住的地方 被法國人侵犯了 所以其實他 最初期其實他不喜歡法國 而他的父親 就歸順了 就是年紀大一點 你知道 跟現在的香港不差不多 所以他跟他的父親就不太對 但是因為他父親歸順了 在法國就都升官發財 就帶了他入了軍校 所以他才有他遲學平武青雲的故事 這次無記電視的劇情 都是那些而已 那另外一件日事 就是大家都知道 他有個太太叫Josephine 你剛才跟我說過 就是那個愛情故事 都很被人歌頌 但其實這個愛情故事 帶了一件事就是他 你看到他的造型 他覺得沒有很標誌 就是他的形象 但是其實他還有一頂帽 是很出名的 什麼帽 很害怕 你有一點害怕 沒錯也是你那樣 真的嗎 是的 他綠帽是很出名的 因為他太太 在他未出名的時候 他太太就不太看得起他 因為他太太已經大了他 當時他太太三十多歲的時候 認識了他 覺得自己沒有辦法 因為他太太其實 他太太在官場上 有很多男朋友 但是當要找人 埋尾的時候 沒有什麼人要 那時候拿破崙 他還沒有這麼大勢力 所以拿破崙就很喜歡這個女人 其實這個女人是一個寡婦 也有兩個小孩子 但是他很喜歡他 這個女人就屈走了 但是當拿破崙去遠征的時候 這個女人就比較風流 但是後來拿破崙 後來真的去了一個很高的位置 他真的 差不多去到皇帝的位置的時候 就剛剛調轉了 輪到女人回來求他 然後他就把那些 那些綠色的帽子頂著頂 還給他 哇 我知道為什麼那些觀眾 那麼喜歡你了 因為我沒有什麼 沒什麼可以拿 哈哈哈哈 你有很多話要說 不如說一些公仔 OK 那 對了 你公司是什麼公司 DID 香港是一個品牌 我們專門出一些軍事的人偶 我們叫做十二寸公仔 我們叫做十二寸公仔 譬如有些總統 奧巴馬 特朗普都出過 現在他們出這個系列 其實之前有很多法國 就是拿破崙戰爭 拿破崙當然是第一次出的 拿破崙第一次出 是的 可能因為看到你來了 會不會有TV 所以就專程為你出 因為可不可以弄一些法文來聽一下 就是我想 那拿破崙的法文是怎樣 你也說少了 其實拿破崙就是 法文拿破崙的中譯 拿破崙嗎 拿破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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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拿破崙是他的名字 就不是他的姓氏 拿破崙呢 這個是什麼 這個 拿破崙,拿破崙那個 他叫拿破崙,拿破崙 拿破崙才是他的姓氏 所以很奇怪 你不知為什麼證了外國人的名字 證了他 證了John 那你不會叫他 是的 不知為什麼 我也不太明白 其實 所以他真正的姓氏是拿破崙 有說一些關於人偶的事情 其實這一次他們第一次出 他們出的這個 是我們最常見他們的一個 應該是未當皇帝的禮服 可能我會錯 因為我們經常被人說你說錯話 我們真的會錯 我們不是神仙 我相信這個 也差不多是他當皇帝的時候 最高級的禮服 應該是他最以氣功範的時候 他真的做過皇帝的 是 他們是法國的上議院 是選舉他做皇帝的 他不是說自己要稱帝 當然 他也帶給整個歐洲 其實他也是 有這樣的計劃 他也是自己 其實很出名 因為他其實那個 你可以是法國人 你很熟 其實他最出名的就是 他的皇官 以前那個歷史上 皇帝的皇官一定是 主教擺在他的頭上 他在哪裡擺 他是他自己用手拿 擺在自己頭上 你真的跟他很熟 我跟他 這個是他最喜歡的 陳思果凡 還有他最霸氣的歷史 他把他擺在他的頭上 是很霸氣的 這個事情 Jocko 猛看我們 因為我們猛講 這些不關事的事情 不如Jocko 說一下公仔 我自身了法國 我聽到很浪漫 是吧 你對這隻公仔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 譬如說 複雜程度又怎麼樣 你是12歲的大人 不要這麼說 複雜程度我覺得是高的 尤其是三個方面的還原 是 今次DID 他處理的頭雕方面 也有很多 因為普遍你看到 拿破崙的樣子 都是在油畫 或者歷史書上看到 那時候還沒有攝影機 是 但是他就很完整地畫不到那個樣子 都是很像他那個時候 就是他三十多歲的時候 其實真的有困難的 德華的時候 是很難變回我們立體的 因為你不知道怎麼處理 但是他們處理得不錯 他說練軍服 或者叫禮服 很漂亮的 肩膀有那些碎 那些碎濕濕的 有些樓梢 那些樓梢 那DID 其中一樣最有名的東西 就是他的配件 那尤其是小的樓 還有一些襟章 那些 全部都是用金屬 都是金屬做的嗎 全部都是金屬的 對啊 樓都是金屬 把劍仔說都是金屬 你是拔不拔出來好呢 還是說這個現場太多小朋友 怕劍氣太厲害 來 你試一下吧 那呢 這把是儀仗劍 儀仗劍 慢慢拔 不要戒親手 儀仗劍就是做樣子 做樣子就是用來 禮服 禮服的一部分 是金屬的 也是金屬的 很冰爛的 冰爛 別管 他的關節都可以令到 右手放回到他的胸口 這是他的招牌 這是他的招牌動作 有沒有考究過 其實很多人說 會不會是 有很多傳說的 有些人說 會不會是他身體不好 所以經常暗示 有些人說 會不會是他屬於某些 秘密組織的一個暗號 但是我比較喜歡那個說法 其實他是扮形的 因為我看到他有時候 又擺這個位置 另外有些畫 如果他穿孖襟 有時候他用左手擺高一點 又有 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他喜歡擺邊 我相信他只不過是扮漂亮 有另一個說法 不是那些公平禮儀 我想他帶起一個潮流 因為你知道 我們看的都是一些畫 其實畫的姿勢是怎樣 很多時候是他自己命令 他覺得這樣很帥 雖然不是什麼秘密 我想問小平師 有沒有拍一個close up 沒有 有 不好意思 我想起一個好笑話 其實他打馬切爐那場戰爭 其實他是胃痛的 他是嚴重胃痛的 所以沒有七字大筆 叫那個小朋友 不太好那些 不知道誰 所以第一陣子就打輸了 所以我說他的胃痛 很痛 所以這樣 所以有長期胃病 應該是 這個可能是 可能是的 不過他說他的胃痛是真的 是真的 你可以再看清楚 真的 我有個位置想問一下我們的法國朋友 是 你不要很害怕 是 是 我很想知道他當時服飾 他流行的款式 是 例如他這些褲子 我覺得很有特色 是 有沒有說什麼特別的作用 很貼心 對 會很尷尬 你做節目之前就不問我 我上網查一查 大哥 這個就是Jocker 這個就是Jocker 他臨場就是第一條 沒有準備的問題 不是法國人 這個是年代 這些不是現代褲子 有人弄我們 不是 那個年代的褲子 現在看起來是女性化一點的 其實很多人都要知道 高跟鞋以前是男裝的 男人先穿高跟鞋 女人穿高跟鞋 那這些 其實這些是 那個年代會穿的衣服 但其實你說有什麼用處 就是 我想是 那個時候沒有什麼邏心 就是 那時候就是這樣 是的 純粹是潮流 不過我又回來了 正經講一點 其實這個拿破崙公仔 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正望的 一個是正望的 一個是斜望的 一個是斜望的 我們穿的衣服有些不同 所以有喜歡的朋友 留意一下 到時候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斜的 一個是正的 很特別的 這樣分別 一套衣服都不同 沒錯 其實兩套衣服都是一些 比較雍容華貴的衣服 對了 我們被人家禁錄了 對不起 我也有一個問題想問 有什麼問題呢? 他的肚子是特別大的 是不是故意聽到 是的 因為他就 其實他初出道 就是他二十多歲的時候 比我還要瘦 很英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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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高 但是很英俊的 又踩又讚 我想我踩過他 好了 你們還是休息一下 不好意思 他的肚子是有衣服做出來的 很特別的 大家就想試試看 其實他三十多而已 他到了我的年紀的時候 他已經像我那樣的身形了 是的 是的 有人這樣畫 這樣我們 向華發展了 好了 我們真的要閃了 最後一個環節 是的 Joker Hello Walker 是的 Brian 謝謝梓龍出來 我們下一節是 講到 剛才那條紮腳褲 如果大家有看 就是海盜王 你也看到他們的服飾 是這樣問說 是封滅樂田 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 但是 以下下來 這位朋友 我們要跟他聊聊天 因為他把我們今天這個環節 帶去另一個境界 會不會帶我們進田園 有一種清新的風格 我們要請他出來 他就是Candy 同一時間 我們也找另一位主持 白浪 重量級的 我們的主持人 跟我們聊聊天 Hello Hello Candy 你好 好 可能這裡大家都看到Candy 是一個女孩子 跟玩具有什麼關係呢 他玩的東西 某程度上都可以很男孩子 知道你十幾歲的時候 可能幾個月之前 已經出去參加不同類型的比賽 我幾個月都不知道十幾歲 是嗎 是啊 是 轉眼間就這麼大了 轉眼間 一晚長大 是的 其實你從小到大都已經接觸音樂了 沒錯 為什麼十幾歲的時候 就已經這麼有吉士出來 在不同的地方唱歌比賽 老實說是被迫的 加勁清貧是不是 不是的 但是現在 其實跟現在很多家長 迫小朋友做事是一樣的 真的嗎 爸爸媽媽 是因為我爸爸是彈結他 所以其實我一開始 不是特別喜歡彈結他 只不過是 他不想交學費給我去學琴 所以他教你 所以就教我彈結他 不是我們有個鏡頭在錄的 是 你可以有什麼話想跟爸爸說 想定 一會兒說給爸爸 明天應該是母親節的 哈哈哈 是的 爸爸那些先下個月吧 是 白狼我都很了解你 你自己其實看不同的片段 了解Candy唱歌 你喜歡他唱什麼類型的 是 其實我看過他之前剛出道的那段時間 我看過你有一些 學員歌唱比賽 見過你的那些 片段 是片段 後期我都看到你 零九年那段時間 都開始在外面表演 是嗎 是啊 很久了 現在都已經 看著你長大了 對 很久了 可以簡單 簡單說一說 例如你平時會在哪裏 真的做開表演 如果現場有朋友 想聽你的歌曲 我可以去哪裏接觸到你 其實我平時就在銅鑼灣唱酒吧 就是一間餐廳 一間酒吧 就 即期五、六都會在那裏唱 是 這個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都是 唱流行曲多些 那裏就是 歡迎點唱的 買廣告 歡迎點唱的 就是在銅鑼灣到時打到幾人酒吧 是不是不能說名字 我不知道 那不要說了 如果有興趣知道 待會可以在Facebook那裏留言 沒錯 在留言回答你 是可以的 但是唱HIPHOP 那你自己是 Full Gear上陣 有多少樂器在身上 其實我自己 平時彈電結他比較多 是Rockwood 對 也是 自己比較吵 跟性格一樣 比較熱鬧 比較適合到 所以都要 逼著要買一支木結他用 我也看見他有一個partner 本身來說 他都要玩CVSizer 是 我也看過他 應該有些片段 在樂活動那裏 我也看過他做一些演出 哪個 彈琴的 有彈琴和彈電子褲 哦 是 也有 剛才說他用重金禮拼買一支木結他 也要亮一亮出來給大家感受一下 木結他帶來的魔靈是怎樣 接下來我們就嘗試用木結他 一個小清新的感覺 去演繹一首我們從小到大都非常熟悉的主題歌曲 這個角色 這個機械人的造型就放在我們面前了 遮住了 先走出來 對,就會在這裡 我就放在Candy的旁邊 對,支持他唱 一邊打氣 一邊唱 大家就可以一邊聽著 當年的主題歌曲 感受到現在的玩具 代表大家的魔力 再加上木結他 融合在一起 會是怎樣的呢 同一時間如果你是在其他樓層 我們廊活方其他樓層的 我們歡迎你馬上來L12 因為轉了頭 我們會送禮物 究竟會送什麼呢 對,桌面上有份的 好,今晚的時間 和掌聲交給Candy Hello 其實這首歌 我本身 阿Ku找我拍過一條影片 去宣傳這個玩具 就是這個黃金戰刺 其實老實說 我本身就不太熟悉這首歌 因為應該不是我那個年代 你有沒有看過 你有看過嗎 我有看過那個 Opening那首歌 因為要做事 因為阿Ku多做事 但其實 應該第一個歌詞 大家都會很熟悉的 來 阿Ku多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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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人子 高飛吧 高飛吧 解開危機 一起縮情樂罪 請氣永遠慰悔 勇氣永遠慕懼 前進從前那盤累和餘 金色的勇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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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 謝謝Candy 轉過頭Candy會再一次上台 和大家演繹另一首作品 這個小青新版的《黃金戰士》 我又覺得有另一番風味 有力度得來 有力度得來 你又會覺得很舒服 OK 看到Candy現在準備下一首歌曲的時候 我們懷念說《黃金戰士》 不如真的說說《黃金戰士》吧 OK 介紹一下我們桌面這隻《黃金戰士》 你知道《黃金戰士》其實在我的畫面有很多隻 我想大家最熟悉的都是主角這隻 《黃金戰士》 由一個火機變出來的 四方的火機 我們小時候就買不起青核金 但它最好是有些扭蛋給我們潛 所以需要自己砌一些 通常都可以玩到幾天就散了 這隻看起來實在很多 我們想請一請 我們這間公司的朋友 阿Ku 也有主持 阿Ku 泰瑞和德哥 一起出來跟我們聊聊天 除了《黃金盒》之外 也有同一個年代的小雙盒 我們給熱烈掌聲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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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具TV 爆玩具 剛才也聽了 很好聽Candy唱的《黃金盒》 我現在很熱 血很熱 熱血了吧 馬上結血快 金電掌 這個如果是我的年代 所以這間公司的M3 特意用金電掌的姿勢去做 因為如果你喜歡黃金盒的話 其實是很血腥的 我覺得在機械人的方便 還有想回 以前小時候 雖然我24歲 我全部後追 最後那個下夜一定是 一看著 金電掌 拉長一聲 掌 接著走進去 了這一輪 接著就把一堆東西拿出來 這怪獸還未爆 接著就 反而其實我有些問題 大家知道黃金盒變身 本來是一個打火機 所有手腳腳在裡面 然後變大了之後 手腳腳就拿出來 其實那個殼裡面 是否真的空心 真的不知道 你… 講鼓就不要撲鼓 看得這麼開心 不要再想其他事情 都… 40年前 就不要這麼執著 我們看到 黃金盒的狼膠 和一般狼膠 有些不同的地方 喂…他要亮燈 我的眼睛 應該… 我很少市面上見過 狼膠的公仔會亮燈 是的 如果是狼膠的公仔亮燈 就一定在開發的過程 這個位置不是狼膠 一定要用開帽 或者用其他紋料去做 才可以去解決這個燈的問題 這次這隻黃金盒 是哪間公司帶給我們 這間是香港一間新公司 他和EU和M3公司一起合作的一款 孟之子55周年的一個系列產品 其中一個第一隻來的 你覺得 M3其實是一間新廠 他應該有些產品 都不是說出過很多都是一間新公司 有什麼背景可以介紹一下 如果他… 以我所知就是一間新公司 那又… 好像他們在香港換個行業都… 後面班底是很多不同公司的人 合作一起去做一些東西 他們都出過大大小小 很多不同的產品 各其他公司這樣 現在我們這樣說 因為通常現在的朗膠 通常都是走懷舊味少許的 但現在的一個是正比例來的 這個… 我問過一個設計師的 因為設計師比較喜歡 蓄水純絲的風格 蓄水純絲的 那種的收場 收場的 所以你會看到 你看它的設定的時候 其實你這樣看 是不會那麼收場 尤其是… 所以我知道M3這個設計師 他就加了一些他自己的風格 還有他自己想做到鳥身少許 有現代感多一點 那就用了這個造型 去決定這隻公仔了 因為那時候 小時候玩黃金盒 一定是打火機變形的 那些當然了 你的手手腳腳 一肥肥眼睛 你看上去 你只要知道 那裡是一個Q版 我想問你有沒有扔出去 有 然後就散開 是 沒有扔到別人的好事 看到中間近來一部電影 就好像在那裡扮這個 這個春… 不叫舊致明的一部電影 它裡面有看 這首歌實在太棒了 楊千華唱得好聽 我們都要唱一唱吧 幾代一句 現實 呼呼呼… 呼呼呼… 呼呼… 應應應 對 那就是這個 小傷盒這個系列 這個系列 其實現在呢 以我所知 我看剛才這個造型 應該是1977年這個版本來的 第一個Version 1 因為其實小傷盒其實是做過兩輯的 第二輯就是2008年 他的故事就有少少別讀過 是的 但我反而想問會不會有多龍資 這個就… 很重要的 你有沒有新田公子 新田公子我都很想出 但是應該… 如果有… 如果有其他公司出新田公子 如果有其他公司 一定會付錢的 真的 是… 那… 去到這裡吧 以我們目測 剛才我們讀過的尺寸 應該是R120cm 是的 這個應該是更難了 因為它應該是…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是版來的 全部都是監修中的東西 所以到時候 真的開訂或者他們的時候 可能有機會還有少少少修改 他們的公司 但是… 你見到就是說 而那個小修改的比例 其實它是現在市下那種的浪交 尺寸比例 是啊… 所以如果客人去買一套的時候 我猜應該那個比例是… 因為如果積不實的話 小修改應該是爬彎這麼小隻左右 那它可以捉住其他旁邊 兩邊一起去… 去救地球 那其實我覺得是… 或者可以這樣的… 就是小修改其實可以放大的 嘩… 再大一點 再大一點就很開心 應該最大一點就很開心 對… 它會有些其他特別的部分嗎? 這個就不算了 如果我們有這樣看這隻版 就應該沒有什麼特別的部分 而我所知道 這個整個系列 六芝士這個系列 他們B主和M3 是有機會是… 都是用糖膠和R1A這個size 來做一個系列式的東西 所以我猜… 會不會有另外的部分在裡面用呢 就應該少了 但可能有機會有加些部分給大家玩 可能在旁邊用 因為大家… 大家一定會很記得就是… 那個樂團 還有有一些很細小的小型機械 不是 最記得反而就是 最後一定是爆衣 多龍之那些 然後就咬著單車走 諸如此類的 我們那個年代看一些卡通片 是偏向那些的 不是,我也是猴追的 我們也是最近看的 那… 那你見到… 其實很多人… 可能很多人都沒看過 其實… 小合9 就不是他們兩個製造的 那… 其實就是… 男主角小環呢 他爸爸去做這個… 其實我經常覺得… 我也是猴追啦 看小雙口 是… 那… 其實我看到… 其實我覺得… 小環的感覺 有點像Tony Star 是 即是他很喜歡做一些旗下人 是 他很有正義感 我經常覺得他偏向是這件事 反而我這樣說一說 大家會否留意我小作的食仔 是呀 這件事很重要 你沒有食仔 不是小雙口的 真的要問一下 故事裡面的食仔和豬 我也很喜歡 我最喜歡的是豬 沒得談的 大家都很明白 豬仔… 我直接以為… 香港有一句流行用語 是因為小雙口的豬仔 會拿出來 豬拿會上船 這樣出來 我起初以為是這樣的 應該沒有關係 應該沒有關係 那… 所以… 這款產品 剛才也問過廠商那邊 暫時是監修中 所有定價 所有派貨入期都未定的 但我估計通常 浪交以一間公司速度 應該其實都是幾個月內 就會有派貨 以一個專業的原型師去說 我非常喜歡一隻小盒狗 外形是非常好 而且比例也做得很棒 我之前也有買一些 TAKA TOMMY的小盒狗 你知道有機關有得玩 但市面上我們見到的小盒狗 都是偏向乾淨 這個是我第一次見到的 有陰影 有陰影的東西 他後期會不會加戰選 這些就不知道 但真的第一次見到一隻 有白痴、有陰影的小盒狗 今次或者先談到這裡 因為一間新的廠 我們都要給一些機會 希望接下來會收到更多的訊息 關於M3有甚麼會出 大家如果喜歡的 就留意M3的網頁 還有一會兒都會有一些抽獎環節 今次M3也有東西送 M3這次送是送比加超 他們第一款產品的比加超 一套送比加超 不要說不早響 大家如果對比加超有興趣的話 先like還是M3的網頁 一會兒有東西玩 以及likeBU的網頁 一定要在加超有網頁 M3 BU OK,謝謝 多謝大家 好,剛剛講完這幾隻這麼棒的figure 在這個時刻 我們開始要送大禮了 我們這一節會送些甚麼呢 剛剛上來L12的朋友 我知道你就是為了送禮物 這個環節而上來的 那我們就逐一拍 逐一拍拿我們這些禮物出來 當中就有 M3Studio送出的比加超套裝 即是除了公仔之外 那條尾是USB 會送出兩隻 當然是一人一隻 另外還有剛才Steve 送給我們的一個情景模型 還有一架紅Van 不是4Van 紅Van 其實上個禮拜我真的想請假 我坐在下面玩 但我真的每次的獎品 很豐富 今天送的都很落差 不如這樣 我們開始玩之前 你可以試一試玩 過來這邊 我們今天重金禮拼了一個全新的裝置 我們先拿開這裡的玩具 我知道了 我們先將它 跳遠 是不是鬥彈得遠就好 你知道掌門人有超級無敵 賺口吃的 我們同樣 這次直接找了Bandai 贊助發射台 做什麼呢 就是很簡單 看到有一個透明版的 超人X 現在正在做 我正在追著 非常好看 這個超人 看到了小朋友 這個超人做什麼呢 就在發射台那裡 只要你一會 按動發射鍵 就把超人彈出去 那麼最近哪一個玩具呢 你就可以拿它回去 這個真的有難度 最近的玩具有射到Walker 那怎麼辦 射到Walker的話 你就要take 2 射到Walker的話 你拿走Walker 拿回家就可以了 我們每人有兩次機會 現在德哥你先示範一下 在示範中的同時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上來我們L12這裡 OK 試一下 準備了 1 2 3 Picachill 最近你就可以得到 比加超套裝 謝謝 我們暫時示範 不是拿走 這個其實是最後才用的 不簡單 你當然要回答一些題目的 因為我們沒有競技的意思 就不夠刺激的 對 在這個時候 我們知道 後面有個小妹妹 你好啊 她也看著我們這邊 揮手 有興趣的朋友 我們現在就找 多少個 四個 六個 送邊緣禮物仙哥哥 他自己抽中邊緣 射中邊緣 很刺激的 所以 我們馬上吃完第三份公星賺助領物 是 是 賺助的 你叫什麼呢 就是鋼鐵盒的心臟 一比一 一比一 就是胸口的反應爐 香港的Tony Stark就在這裡 但是美國的Tony Stark 就有個胸口在這裡 是的 香港的Tony Stark的胸口 就在自己的胸口裡 這個很重要 因為實物一比一圓大 整隻手這麼大 當然你也可以放一件衣服 黏上去扮Tony Stark 認真 其實如果放在床頭燈 床頭燈真的一樓 好玩 還有像真度又高 嘗試一下 嘗試一下 這個時候我們先找三位朋友出來 但是要不要回答IQ題 當然要 當然 我們的次序就是這樣的 他先發射了這個超人出去 中了哪一個呢 就回答問題 回答對了 就可以拿他回去了 記住 只有兩個機會 你兩次都射失了 我們就要邀請第四位朋友上來了 第四位 我想問怎樣才叫中 要在哪個範圍 不可以過界 這裡有第一條界就是這兩顆螺絲 所以在這兩顆螺絲之前 就屬於比卡超 這兩顆螺絲 這個就會是Ironman的反應爐 都要講一講 究竟這些禮物 獎金獎金非常豐富 究竟價值總共有多少呢 比卡超加USB尾巴 不是只玩的 有用的 應該加起來就是五百多元 對不對 但記住你千萬不要突然拔斷他的尾巴 因為是… 兩樣東西 就是兩條尾巴 一條尾巴是USB 一條尾巴是真的USB 好了 裝家這個呢 這個情景就貴了 我也忘記了 走了 老闆 老闆在那裡嗎 不在了 應該接近700元 這個情景 對了 那麼FORWAND呢 不是FORWAND 紅WAND 對 紅WAND應該也300元 因為這個比例 一比43個紅WAND 對 高整度的 只是這一套已經一千元了 我們分開兩件可不可以知道 陸陀哥 可以 其實這總共有五個禮物 對了 最後這個是Ironman 這個好像也要五百多元 為什麼好像這個特別貴 我自己親身試過 最近很容易 最遠都很容易 但是中間的力度是很難的 是的 這個玩法是子龍才能想到的 是不是 因為有頭刺有主 所以大家老老實實 好 這個時候 現場在老闆房的朋友 我們Time's up Pants down 舉手吧 看看有哪一位 現場的朋友 真的想 靠你一隻手指 贏過千元的禮品回家 我們現在 1 2 3 舉手 頭三位 就可以馬上出來試 如果試兩次都失敗了 我們就要請第四位朋友 出來補上 準備 1 2 3 OK 這裡有位 黑色衣服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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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衣服這位哥哥 這位美魔女 真的 沒有說過這個詞 派誰出馬呢 不如這樣 帶小朋友一起出來 爸爸和小朋友 爸爸和小朋友 很害怕的 小朋友是不是很看得到腳臂 不是 他有時候害羞 先邀請這個 活潑的可愛的 青年人 對了 還有第三位 我們剛才顧著選人 媽媽 and son 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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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樓梯級 我們先在這裡排隊 小朋友過來 慢慢地排隊 不要跌倒 玩就很開心 不要跌倒 最後一個 我們再來一次 1 2 3 舉手 準備 放下手 對了 那個小朋友在商量 是媽媽出還是她出 是不是 我建議這樣 兩個一起出來 好像奧運會一樣 跟教練商量一下 待會我們有什麼策略 拿什麼策略呢 準備 1 2 3 舉手 是你了 沒問題 已經準備了 小朋友 Well done 好 那我們在這裡排隊 對了 我們繞一繞出來 這裡 幸好輕功了得 好 先跟你說一說 你叫什麼名字 叫我call 阿強你好 對阿強 記得按讚我們玩具TV 按讚我們M3 Studio 按讚我們King us 按讚我們Tiny 按讚我們豪方 OK 按讚完了嗎 還沒 放心 有同事會抓住你 有沒有信心 想贏哪一隻回去 皮家超 皮家超 那試一下吧 我相信他女朋友在後面笑 整個人笑了 對 這裡不算的 你不要射到這裡當是 這裡是鬼的 好 準備了 給鼓聲 1 2 你的手指震 3 他在原地點回去 這次算 這次是汪汪來的 有兩次機會 對了 剛才說不算 好 認真 好 準備 1 2 哇 暗黑大將軍 第一次試跳是失敗的 或者是德國 再一次 或者是德國 剛才那次不算 德國更貴 香港 Tony Stark 好 看一看 你出賽前的樣子 有沒有信心 最後一次機會 最後一次機會了 女朋友正在支持你 雖然他在看電話 好 再給個五個先 我喜歡影響別人的 3 再給個五個先 2 1 1 中了 不要以為容易 真的不容易 要訂得近的話 我叫你兩次五而已 不然你很大 你這樣就跳到那邊 好 來了 現在你就有機會得到 後面這個分子很開 有機會 因為還要回答我問題 問題究竟是什麼 你看著我 你不知道他最奇怪的是我 有很多IQ大王之稱 IQ題 好 有時候觀眾說 我們這些問題問過 不是每個人來聽 好 這次有一個是沒問過的 希望你的IQ到達一個 合理的地步 好 很容易的 本堂我想留一個題目給他問 就是小朋友 問他 問他 有哪種動物是需要戴手錶的呢 大家都的樣子都 很傻 什麼 有什麼動物是需要戴手錶的呢 除了人之外 你這句說得好 很害怕 心跳 慘了 這樣也能夠過關大紀錶 給你一些貼士吧 好 三種動物 好嗎 好嗎 不好 三十種給你選 好 三種 第一種動物 人類 說了 第二種 烏龜 你會聽過烏龜代表嗎 第三種 狐狸 先生 很大點數 狐狸 為什麼 問他多少點 狐狸先生多少點 所以狐狸 好 香港的年輕人又夠 香港的年輕人又夠 香港的年輕人 IQ很高 OK 恭喜你 這個時候先拿一份禮物回去 對 好 我們先拍照 好 Brian 我們拿一盒的比加超 連尾巴 其實我也沒想到 不行 一會兒小朋友不能扔 對 走進去 好 看鏡頭 好 到了這裡 小朋友 你緊不緊張嗎 緊不緊張嗎 緊不緊張嗎 你想你拍還是媽媽拍 恭喜 恭喜 媽媽拍 你檢查盒裡面是否真的有 我怕我們沒有東西 你叫什麼名字 沒得沒有 不用擔心 好 第二號的參賽者來到我們面前 小朋友 先看著這邊 即仍然比加超 對 先看著哥哥 你叫什麼名字 你好 你好 緊張 發生意外 他很緊張 你幾歲 四歲 四歲 原來這麼小 難怪這麼緊張 但是很高 對 像媽媽和爸爸那麼高 好 你想自己試一次 還是媽媽試完兩次 媽媽 媽媽試完兩次 好 來了媽媽 好 不如我幫你拿著袋子 否則會影響你的臂力 這裡安全 好 好 準備 1 2 3 嘩 得哥 中了得哥 爸爸同不同意 多一個藍容 不要緊 多一個藍容 多一個藍容 既然媽媽那麼高 不如媽媽站進來這裡好嗎 對 媽媽那麼高站進來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做發射 第一次都是試的 我相信 感受的那種 其實想要哪個禮物 知道嗎 小朋友你想要哪個 都是比加超 小朋友想要哪一個 有趣 比加超 OK 試一下吧 看看媽媽可否滿足你這個願望 1 2 3 完美落地 9點落地 真的沒得頂 媽媽不要開心 還有一關要過 對 好 這關要回答問題 真的要面對著我們鏡頭 對 先看這邊 有光的 不用害羞 不要緊張 我們回答一條問題 回答中了就可以拿著比加超 有沒有信心回答 問一個家庭題 我想大家都很開心 其實問過 也是在這裡問的 我就說 問爸爸 或者問媽媽也好 當女朋友 叫天上的星星的時候 你會怎樣嗎 爸爸 即是當年你們被拍結婚的時候 女朋友問你水月星 天上的星星你會怎樣 其實我問過 轉一轉過來 答案很搞笑 很變態 很假的 日難有選擇的 但是有選擇之前 我們轉回面 看著爸爸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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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暴力了 好 我們時間關係 我們來一個簡單一點的 小朋友看看你爸爸先 你看 好了 好 好了 她說 由於不適應當地的生活 小明想移居加拿大 那麼 最低消費是多少呢 這個很難 這個很難 給點提示吧 我問另一個 好 有什麼人睡著了 是最難叫醒的 其實有問過 對了 睡著了 給你三個選擇好嗎 OK A 外星人 對 外星人 B 鹹蛋超人 C 假睡的人 最難叫醒是哪些人 假裝睡覺的人 AB 還是C 爸爸說 C 爸爸說C 爸爸對 爸爸聰明一點 難怪娶到我這麼漂亮的太太 好耶 掌聲一點 OK 好 好 再送禮物回去 要麻煩你做個packing 好 不要緊 不如媽媽拿著一個 小朋友拿著一個 拍一張照片 好嗎 小朋友拿著鼻子 先 媽媽拿著一大盒 好 我們看鏡頭 先看鏡頭 看著我們不用拍overrun的 不怕的 你只能說這句 你只能說這句就行了 謝謝 好 當你了 糟糕 還有很多禮物還沒送 我們求求自己送 好嗎? 舉手就算了 我們也要玩完這個 小朋友你叫什麼名字 康榮俊 康榮俊 你幾歲 八歲 八歲 有沒有女朋友 太多了 分手 好 現在還有三份 你自己想要哪一份 車仔 要出來 要一間屋子 很適合 小時候已經想要一間屋子 醒目 好 整條街 好現在我們就讓你試跳兩次 究竟你可不可以贏得這間屋子回去呢 我們準備了 你準備好了嗎 是超人跳 不是你跳 準備 試一下 1、2、3 這個試而已 這個試而已 中了小巴範圍 可能你要大力一點 好 你另外一隻手可以按住這裡 好 準備好了 準備 1、2、3 哇 差點打爆 那個眼鏡 OK 飛了出去的宇宙 哦 遊戲取消了 在這裡 入了時光 在裡面 你還有一次機會 還有一次機會 不要緊 來了 我考慮一下 準備 1、2、3 哇 哇 厲害 恭喜你 得到Tiny贊助的這個屋子 既然你8歲就問動物題 請問大笨象的左耳是最像什麼呢 也是問過的 對 大笨象的左耳是最像什麼呢 A.你爸爸的左耳 B.你本人的左耳 或者C.大笨象的右耳 對 啊 再說出來 C C 為什麼呢 想不到為什麼 不要緊 是就對了 好 恭喜你 好 那我送這筆禮物給你 哇 真的 送給你 我們發覺呢 我先拍照 我們發覺 這邊 媒體TV的觀眾多數都是10歲樓下 也好 城市稅後 我們已經30多歲很多了 很厲害 小學未畢業已經有樓了 原來還有兩個禮物 好 不如這樣吧 我們節奏加快一點 有沒有人想要 想要立刻舉手 原諒沒有 好 我看到有個男朋友想要帶個女朋友 趕著你走 哇 很奇怪 香港的朋友是走的 有東西送是走的 我們只想伸手送給你 OK 這裡有一個 白色衣服 穿著黑色背囊的 戴眼鏡 我們Live 朋友叫到來 不要這麼 是 恭喜你 這些是運氣來的 恭喜 我也給你一個機會 你指現場一個小朋友出來 你覺得他應該 大小朋友都可以 其實沒什麼所謂 前面的戴眼鏡 我看他看了很久 這個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 你邀請他出來 對了 恭喜你們 好 我們把握時間了 沒錯 還有兩份 只要你射得中 就你了 這次射中 射中 這個還有難度 有難度 好 我們這次在裡面 來 你也是有兩跳的 OK 你怎麼稱呼 Marcus 指你出來的是誰 我女朋友 你女朋友 你女朋友 拍了多久拖 半年 他有沒有阻止你買玩具 沒有 好了 不問了 我現在開始了 我沒有女朋友 我很不開心 我自己打開 準備 你肯定單手做得如何 是啊 都可以 嘗試一下 不是其實你的手外來 外來保住而已 平時你洗澡用幾隻手 好 加油 準備 1 2 3 哇 這個木座是你的了 對 木加斯一劫 OK好 來了 剛才勢力都可以了 勢力都可以了 1 2 3 馬上射中 原來幸福是誰手可得 原來幸福是誰手所得 恭喜 恭喜 先拍張照 好 太好了 好 謝謝 好了 好 女朋友想幫你拍照 不如我幫你們拍張照 好嗎 哈哈 來得這麼開心 當然是無端端的 不是 這些這樣的 這些女朋友 這些女朋友不容易找 就是推著男朋友出來玩會外 以前一向女朋友都不容易找 拖著手拍張照 對 八年好俠 好甜蜜 八年好俠 對 如果要結婚可以找我 我給你一些專業的展示 對 我們這容是婚禮師而來的 不僅僅 收費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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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天都要給禮物 昨天六點鐘我原來到了 好 好 準備 1 2 3 哇 中了 撞到 實至名歸 恭喜 拍照 所以說看玩具TV 贏玩具真是二個借火 坐你旁邊的女生和女朋友 女朋友 也是女朋友 女朋友支持她買玩具 知不知道 好 分流都支持 好 很多時候是女生買玩具給男生 這些情況我真的沒見過 我都沒試過 或者沒試過 可能年代沒試過 他們會繼續聊天 我們接下來就會 下一部分環節 我們繼續介紹玩具 所以呢 如果你在我們樂學坊 其他樓層的朋友 歡迎你 立刻上來我們L12 因為我們一會兒送的就更大份 我們中獎的機會就會更高 那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 究竟是哪一份呢? 是B-UX2ZC World的鐵甲蟻南盒系列的1.6 Action Figure & 浪家玩具 如果大家有玩過這個超級驚人大戰 都有看過這些角色的 相信對這些角色不陌生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把時間交給德哥 白狼 還有太歲的 好 白狼那邊有支咪 對了 好 給他們一點掌聲 好 大家好 一輪這個極度興奮的送禮 之後 又說回鐵甲蟻南盒 厲害 這真的是永恆的 topic 沒錯 抹斬高 好 好 看一看 好 看一看 本來的桌面有一堆鐵甲蟻南盒產品 其實在下面那麼多的觀眾 沒有說哪一個真的有看過鐵甲蟻南盒的呢 我這個不用後追 近來也有重做過 一搬搭那些什麼 還要幾十周年 對 但是那個版本 我們要看《港來的電視》的版本 比較好玩 鐵甲蟻的事實 好 其實現在都放了四五個產品 我想逐個介紹一下好嗎 先說了Action Figure 好 12吋的Action Figure 那就是兜甲蟻劍鐵甲蟻 我不懂什麼叫兜甲蟻 我只懂什麼叫杜劍龍 走開 你 別裝睡 我全部後追 OK 那就看回了 基本上是第一代和第二代 鐵甲蟻南盒的兩位駕駛員 是 其實我們看回那個時候 他們的名字是很有趣的 一個叫做甲蟻 一個叫劍野 我們看回名字 甲蟻是解釋一個保護的形態 一個規甲 而劍野是一個攻擊的武器 一個手一個弓 其實當時武術一開始 就會有兩套鐵甲蟻南盒出的 其實是挺咬東西的 很奇怪的 那據是凌晨怎麼辦 據是凌晨 對 說遠一點 看下去 其實 劍野在漫畫版那段時間 其實有一個設定是會不會戰死的 不是有設定是會不會戰死的 是根本是會戰死的 據說什麼是自爆的 說石我們不說 那是漫畫版 就是將這段時間改了 這個是跨歷史 冷知識 好 說回一隻Figure 其實如果大家從小到大看鐵甲蟻南盒的話 其實我想對於歐甲蟻和劍鐵也 不是盜劍和這個 叫什麼名字 死了 康定邦 應該不會發生 我都答不上嘴 我後醉 我還沒出世 說回Figure 說回Figure 面相方面 其實泰翠本身也是行內 叫做首屈一指頂級的原型師 那我就看到了 今次這個造型 我看到這間公司 它應該用了自己的風格去演繹 它跟漫畫版或者TV版是不同的 它是收場了 而且它的樣子是slim了 這個兜甲蟻也好 劍鐵甲蟻也好 劍鐵甲蟻也好 都會有這種slim了 即是像現在的動畫版的Feel 還有就是 因為我看到其實它們有些窗 但這種窗的有趣就是 很70年代的感覺 我真的看 我沒有留意過它們開窗 即是那支窗是怎樣 我完全沒有印象 這個真的是 都沒有用過 有時的窗 因為通常一看到就已經是 下去了 朋友好 即是那些 又好啊 合體那段時間 是沒有人打過飛機下來的 打了它下來 就不用打了 它出發通常都是基地出發的 而且我都不記得一件事 為什麼它跌到萬立俠 那裡有駕駛員在那裡 這麼招搖 那些怪獸真的很善良 就是永遠都是等它 結合了之後才動手 其實有一個項目 就是為什麼 你明明我看到駕駛艙 它是透明的 為什麼你不打我頭 看到有人在那裡 有什麼不打下去 麻煩你講解決定 不過其實也 又靠近一點 我看到本身的衣服 都有雅色 有亮 有布 有膠 我看到現在我按住那個位置 劍鐵也那個 胸口和肩膀 其實應該是浪膠 用了兩種不同的紋點 對 這裡用了七被 是不是七被 是七被 而這個是用了一個膠殼 去套上去 那這個我想 它是方便去動動的時候 因為那個劍鐵也那個 就是一個盔甲的門 我看到是 還有部件多不多呢 部件就是多支窗 其實我本身都 大家看到可能性 都是跟一些一般的十二寸 應該不會太大出入 還有本身 因為它的衣服的設計 我相信 怎樣咬 怎樣動 應該問題都不大 另外我看到 它的鞋 其實都是 那些膠位都是浪膠的 還有浪膠之餘 它本身也有做到陰影 是 那說一說一下 旁邊的鞋 這個真是龔沙也家 我還是不記得叫龔沙也家 我記得它叫高靖 現在這種風格 就是近年很流行的 浪膠懷舊款 為何會看到頭那麼大 身那麼小 就是因為曾經有一段時間 其實浪膠 是用這個類似羊蛙蛙形式 頭很大 身很小 來做一個 就是小朋友BB的尺寸來做 羊蛙蛙比例 對 羊蛙蛙比例 真的說玩浪膠 其實本身這個比例 都是我們當時小時候 看到的比例 所以如果說玩浪膠 就是想 拿回玩浪膠的味道 其實就是我們小時候 當年玩玩玩具的味道 經常到大院 從大屋看不看這些 什麼地方來的 從大院的地方 你玩吧 哈哈 為什麼會這樣 用這些比例 可能是會接近小朋友玩的 羊蛙蛙 他們當時 甚至乎怪獸 都會用這種比例 所以看到是很可愛的 再說 如果這些生產方法 你覺得那個難度 高不高 其實這一類型的浪膠難度 就不會 十分太高 因為大量生產 都是便宜 但近年不同的地方 因為這種浪膠 通常會變成一種 小品質 就是數量比較少 但是價值會比較好 收藏 或者說 說一下 其實應該可以說一下 這兩個 本身的背景 德哥說一下 是我們這些 是否後追 公司一家 不用說 現在太歲手樓上 都拿著另一個頭盔 是 是 本身 他也是一個 維納斯A 是不是維納斯A 香港亦是愛美神 愛美神 的駕駛員 所以你看到他兩個頭 其中一個頭 都是一個 叫做 戰鬥極粒著的 形態 我這樣說 當然在換味上 有個頭換 怎樣都過癮一些 還有真是說出公司一家 是否出高靜民的玩具 其實真的不少 是啊 近年都多 不過是泳裝的多 即是水著的多 還有可能不是這個浪交 不是這種浪交的 比例 還有身形又有些 跟當時大家看的 有些出入 這個暗黑大將軍 這個真是棒 其實暗黑大將軍 他的受歡迎程度 不會比鐵甲萬俠少 其實他在第二輯 那段時間 他是做了三十多集 然後沒多久 他都 被幹掉 不是 被幹掉 拿了一個便當的 然後下一個 下一個將軍 應該是地獄元帥 就是海艷博士的改造馬 沒錯 都說回大將軍 其實本身剛才說 他最初 其實有三十多集 統領七個將軍 很威風的 之後 出的獨立的OVA 雙感覺 亦都用回他 大人以來成為這個 這個名稱 即是鐵甲萬俠 鐵甲萬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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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獸是會有一塊人臉在那裡的 在不同的位置 這個確實是當時機械獸的特色 還有我看到它有重複 挺有趣的地方就是 因為現在有時會用舊的方式 所以廊膠公仔有袍 有時真的會用廊膠的造作 甚至會用真布 現在這一部就選擇了用真布 這個比較特別 因為那個感覺就是 因為你真的在懷舊玩具裡還有一種飄人感 其實我覺得有點遺憾 如果說是暗黑大將軍 是不是會像那把劍呢 沒錯 你這個重度的鐵甲蠻蠻合 粉絲或者機戰粉絲 你見到這個暗黑大將軍沒有劍 就真的搶眼一點 老老實實 Anyway 造型來說我沒有什麼挑剔 這種懷舊款來說 這個比例我都覺得是OK的 這個比例會跟三十加有些不同 這個呢 頭是會再細一點點的 其實基本上懷舊架的比例 都是視乎我頭的比例 去定一個小字 但用色方面來說 我覺得 阿花將軍呢 用的顏色方面是比三十加高 是 我覺得顏色方面是豐富一點 也對的 本身你看回套劇裡面 你高植紋它落下去 這件衣服好像完全沒有服裝費 而且沒有那麼大將軍 但是粉紅色應該有珍珠色在路 應該是 對 第一集和第二集是不同預算的 OK 但完全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完全沒有問題 另外這一隻的 500毯枕架 哇 這個 它是超過了台灣的設計 是 好 是 對 對 本身其實這個是在台灣 才可以直接反賣的版本 賣2200元的台幣 今次都拿過來 可以拍近一點 是 這個都過癮的 因為其實我 我未介紹之前 我都過了買了這隻的 真金白銀 500多元港幣 那 本身可能我自己也喜歡一些 pop art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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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 就是這一類型的東西 我就變成了 我便喜歡這一些 Crossover的產物 那看見它本身 其實它的比例都漂亮的 很認真 真的漂亮的 還有 即是膠來說 這個都叫好聚受 好重 是 應該它的 我看到它應該有隔口視 那它的腳應該是DVC 那為什麼我們不拆這塊東西呢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 大家記住 Like這個BU的Facebook 那一會兒 第二節的 遊戲環節 這個 是你的 這個 稍後再看看 本身有沒有說 什麼時候會發售 諸如此類 暫時 Nothing 怎樣都好 如果大家喜歡鐵甲萬能俠 或者喜歡朗膠 或者鍵蝶也 或者鍵蝶也 或者鍵甲 留意BU的網站 那本身這幾個東西 他們基本上的 即是 即是接下來的動向 或者本身公司的什麼 新的產品呢 都會在他們的Facebook 那裡公佈的 那好了 來到這裡 我們都要預備 下一個環節了 下一個什麼環節 一個 聽一下歌 好 剛才大家都聽到 非常棒的音樂 Candy帶給大家的黃金盒 那接下來 又有什麼新 什麼漂亮的歌 我呢 接下來要為大家介紹這一首 是女孩子喜歡的作品 我們現在先邀請Candy上來 一路唱 做一種很無患變身的感覺給大家 因為 這一首作品 就是女孩子非常喜歡的 百變小英 一路走一路說出來的時候 也要預告一下 看到我們台前面 我們鏡頭可以放低一點 這裡有兩部大機械人 一會兒唱完歌回來 這兩部大機械人 我們就可以拿著手勢 遙控著他 有些變形的功能 有些互動對打的功能 究竟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一會兒就慢慢跟大家玩 接著我們掌聲歡迎 Candy Candy HELLO 又是我 HELLO HELLO 大家好 這首歌應該會比較熟一點的 哈哈 發變小英 魔法神奇誰可阻擋 按我Sakura 快快魔法解開追求 發變小英 魔法神奇誰可阻擋 按我Sakura 魔法變變變 魔法神奇誰可阻擋 天真活力聲明 常存有愛 從來瀟灑好到一個人 誰敢吃脈 但我同學一死我本性善文 真手更顯不敗 誰能與我 誰敢吃脈 我希望比佳心 女朋友 思考 遇上 要探 終於魔法是不錯 八變小英 魔法神奇誰可阻擋 按我Sakura 廢廢魔法解開追求 八變小英 魔法神奇誰可阻擋 八變小英 魔法神奇誰可阻擋 八變小英 魔法神奇誰可阻擋 八變小英 按我Sakura 廢廢魔法解開追求 八變小英 魔法神奇誰可阻擋 八變小英 魔法神奇誰可阻擋 按我Sakura 廢廢魔法解開追求 八變小英 魔法神奇誰可阻擋 八變小英 魔法神奇誰可阻擋 一招要遠走 八遍小英魔法神奇誰可闖蕩 看我Sekura 揮揮魔法界開追逐 八遍小英 MAGIC從來無失手 魔法變變變 為追討古羅卡的生死戰鬥 Thank you OK啦 是一隻的嘛 OK 交回給你們了 Thank you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想Ancore 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以及有沒有掌聲 Ancore Ancore 這個我們臨時臨急 是突然之間這樣說的 可以不是動畫歌嗎 當然可以 如果大家掌聲夠 Candy就會留下來唱多一首 看看大家掌聲是不是真的夠 我要唱這次自己 平時Candy不單會配一面 唱一些動畫歌 其實她自己也做了很多Cover 那究竟在其他地方 你聽Candy唱的時候 Candy既然是一個Rock妹 也用結他 她的風格是怎樣的呢 在這個時候我們給一點掌聲 Candy為我們演一首她喜歡的歌曲 OK Thank you 還有一首歌給你 但可不可以一起玩 我覺得這首歌大家都會認識的 那所以 懂唱可以一起玩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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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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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组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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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